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金融行业的现状 面对政府日益严格的监管 金融专业人士们的前景 正如阴云密布 令人担忧 随着薪酬和奖金政策的收紧 许多曾经的金融精英们已经不再满足于高薪职位 纷纷选择转行 甚至回归基层 寻找新的职业道路 我们将聚焦于一些关键人物 例如徐宇贺 他放弃了在深水基金的高管职位 转而投身于教育服务行业 并看到了新的商机 同时 许多银行家和基金管理者也在意识到 昔日的高薪时代已成过去 纷纷寻求海外职位或转向监管较少的行业 分析显示 公募基金行业及其他金融领域 正在经理人员的大规模流动 这无疑是对整个行业现状的反思 面对IPO市场的急剧萎缩 许多投资者和企业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这一切都使得金融专业人士 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的未来 在这充满挑战的时代 转行潮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 更是对整个行业未来的深刻思考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金融行业 未来的金融市场将如何发展 无疑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国的金融行业中 曾经的光芒正逐渐暗淡 仿佛一场持续不散的阴云笼罩在头顶 这个价值高达67万亿美元的行业 如今却因政府日益严格的监管 而面临巨大的压力 曾几何时 银行和基金公司是许多金融专业人士 心中的理想之地 象征着高薪和职业巅峰 然而随着行业整顿的加剧 许多曾经风光无限的金融精英 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职业道路 纷纷转向教育 脱口秀等新兴领域 希望找到更稳定的发展方向 徐宇赫便是这样的一个转行者 他之前是深水基金的合伙人 然而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与政策的多变 他毅然决然选择了教育领域 帮助学生出国留学 徐宇赫表示 虽然短期的经济刺激 可能会让股市暂时上涨 但投资者的情绪依旧难以捉摸 相比之下 教育服务行业的发展 似乎更加持久 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 涌向香港和新加坡求学的大趋势下 他看到了这一领域的潜力和机会 共同富裕运动 自2021年启动以来 金融行业的薪酬限制和奖金追回政策 让许多金融从业者感到前途渺茫 对冲基金行业尤其如此 政策的快速变化 让许多基金措手不及 即便在市场反弹时也难以获利 上海一家人 利资源公司总监的杰森 谈指出 随着高新时代的终结 许多银行家不得不寻找海外职位 或转向监管较少的行业 基金咨询公司 The Band Advisors的数据显示 公务基金行业的高管和投资组合经理 大规模流动 一些公司开始更加专注于 薪酬审查和成本控制 以应对这一变化 在资本市场 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申请者的 审查流程大幅收紧 这让交易员的机会大幅减少 今年上半年 首次公开募股的筹资额 同比暴跌75% 许多注册的IPO保健人 甚至未能完成一笔交易 有人认为 这正反映出 银行家已经供过于求的现状 在这样的背景下 前浙商证券的资深银行家顾在风 选择了回乡务农 成为山东省一名村之书 他放弃了在上海的高薪生活 重新扎根于乡村 这一选择 是许多金融从业者 心态转变的缩影 在更广泛的证券行业 自2022年底以来 员工数量减少了近15000人 而随着监管机构推动行业整合 裁员的趋势预计将持续 风险投资家吴世春 在一次脱口秀表演中 幽默地谈到 如今的每个角落 都能遇到濒临破产的投资者 和奋力挣扎的企业家 他的经历 让他对这个艰难的时代心怀感激 因为他为他的表演 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和素材 金融专业人士的转行潮 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更是对整个行业现状的反思与应对 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正在重塑金融从业者的职业轨迹 也为未来的金融市场发展 埋下了诸多悬念 面对这个不断变化的金融世界 曾经的金融精英们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重新定义成功与方向 他们的故事 也为我们观察行业未来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无论是选择教育 脱口秀 还是回归乡村 不同的选择背后 都反映出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思考 和对未来的无限期许 未来金融市场的走向 无疑将受到这些勇敢选择的引导和启发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其器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其器 中国金融行业的整顿是必要的 过去的无序发展 导致了市场风险的积累 和不平等的加剧 通过加强监管 我们可以确保市场更加健康稳定 就像古代的诸葛亮 善于用纪律和策略来治理国家 金融行业也需要这样的治理 来确保长久的发展 可是 过度的监管 就像是把刘备的白地城脱钩 变成了白地城限购 金融领域需要的 不是一个高压锅 而是一个自由的市场 大家都在转行 是因为他们的才华 在金融行业被压抑得快要窒息了 监管并不是限制 而是引导 想想西游记里的唐僧 如果没有紧箍咒 孙悟空也许早就就跑去当山大王了 通过适当的监管 我们能避免市场的过度投机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而且 转行到教育或其他行业 也可能是一次人生的蜕变 开拓新的领域 未尝不是好事 你这说法好比让孙悟空 抛弃金箍棒去卖铁锅 他们是金融精英 不是教育专家 金融行业的魅力在于 它的高收益和创新空间 把它打造成中小学课本里的僵化模式 岂不是本末倒置 更重要的是 过度的监管 让市场失去活力 最后只能自娱自乐 当然 金融行业的魅力不容否认 但不能忽视的是 市场的健康发展 比短期的高收益更为重要 中国历史上 缺乏监管的市场 如同晚清的鸦片贸易 短期内看似繁荣 实则毁灭长久健康 通过整顿 虽然短期内金融人才流失 但长远看 必然会吸引一批 致力于真正价值创造的人才 好吧 唐僧有几率 但他是个糟糕的战士 金融市场需要的是 如孙悟空般的灵活性和创造力 而不是被紧箍咒限制的想象力 过度监管 只会让金融市场 变成一潭死水 希望我们不是走向一个 没有金融人才的金融市场 那样的未来 有点像让后裔去乞讨 失去了太阳射手的意义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 做出评论 首先 楚天书和谢奇奇的辩论 将金融行业的整顿 与自由市场的优劣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楚天书强调了监管的重要性 认为适当的政策 能够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避免过度的投机行为 而谢奇奇则反对过度监管 认为这会压抑市场的活力和创新 导致金融人才的流失 楚天书的观点中 引用了古代的历史比喻 让论点更加生动 的确 金融行业的无需发展 在过去的几年中造成了不少问题 使场风险的累积 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楚天书提到的监管 不仅仅是限制 更是引导 这是对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 这个观点补充了对金融业未来的思考 强调了长期稳定的重要性 谢奇奇则以活力与创造性为核心 对楚天书的论点提出了强有力的反驳 他通过生动的比喻 如让孙悟空抛弃金骨棒 强调了金融人才在自由市场中的重要性 他的观点指出 过度的监管会使市场失去活力 这是对金融业未来的另一种担忧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因为自由市场所带来的创新与活力 确实是金融行业的重要特征 然而两位辩论者的立场中似乎存在一个共识 即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双方都认可的目标 楚天书的监管理论与谢奇奇的自由市场理论 实际上是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 既能保护投资者利益 又能保持市场的动态和创新 将是未来金融行业需要解决的课题 总结来说 两位辩论者都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 但未来的金融行业需要探索的是一种 能够在监管与自由之间取得平衡的管理模式 只有这样才能既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又能保留金融行业的创新活力 希望未来的讨论能够持续深入 为解决这一重要问题提供更多的智慧与见解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